大家好,我是小凯 上节课给大家讲了条形图的画法 这节课呢,来给大家讲一下直方图的画法 什么是直方图呢?我们来看一下课件 直方图呢,它是由一系列高度不等的纵向条形组成的 用来表示数据的分布情况 因为直方图画出来的图形看起来也很像条形图 但是呢,它们又有区别 区别就在于呢,直方图通常是用来显示延续性的数值型数据 比如说身高,身高它就是可以延续的数据 然后分组呢,是用延续的方式分组并且是可以自定义的 但是条形图它通常是用来展示不同类别的数据 而且这个类别通常是不能自定义 而且是不连续的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就知道了 比如说我们摆对一下直方图 这里就有一个很典型的直方图 就是用来表示身高的直方图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图形 从149厘米开始到173厘米 它是一个连续型的图形 比如说从149到152 它是两个人 然后从152到155是六个人 当然我们也可以自定义这个区间 比如说我这里不写152 我把它变得更小 变成150 然后在150到152 这样画出来的图形呢 就让我们对这个数据的分布 有了一个直观的理解 好 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在python里面 怎么样去画直方图 首先我们先生成一组数据 x x它的均值呢是100 然后它的标准差是20 然后我们用随机函数 生成了一个大小为2000的数据 我们先运行一下 好 这个时候我们生成了x 这个就是我们的x 它总共有2000个数据 我们现在想要画出它的直方图 画出直方图 我们可以用hast函数 hast x 它有三个比较常用的参数 第一个是beams 这个beams呢 就是意思就是说 我在我的直方图里面 总共有几个直方 就是有几个beams 第二个是color color 第二默认是blue 但是我们这里写成red 还有一个参数是norm的 这个参数意思是说 你是否要对它的数据进行标准化 我们直接画出图形 然后再改变这三个参数 来看一下究竟效果是什么样的 好我们现在运行一下 这个是我们生成的第一个直方图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beams 它有十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总共有十个 颜色是红色的 然后由于我们进行了标准化 所以说它的纵坐标 并不是每一个区间的数字的个数 而变成了它的一个频率 也就是它的个数 除于它的总个数 好我们现在再来改变这些参数 来看一下它的效果 首先我们把beams调成50 然后把颜色调成绿色的 然后是否标准化调成否 好我们再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很明显的 它的分组多了 因为我们这里写了50 所以说它这里总共有50个分组 然后颜色变成了绿色 然后这个因为我们没有选择标准化 所以说它的动作标呢 就变成了每一个分组里面所含的数据个数 可以看到这里显示的是个数 也就不再是它的频率了 因为这是我们没有标准化的情况 事实上如果我们的样本数量足够大 然后分组足够多 我们的这个直方图呢 它就会越来越接近于一条光滑的曲线 这个曲线呢 当我们的样本数量无穷大 分组无穷多的时候 这条曲线就是所谓的总体密度曲线 我们现在把数据量调大 我们看一下效果 这里呢 我把样本数量调成了20000 然后把分组数调成了100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图形已经开始比较光滑了 当我们继续把数量调大的话 它会越来越接近一条光滑的曲线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总体密度曲线 事实上除了画一个单变量的直方图以外 我们还可以绘制双变量的一个联合的频率分布的直方图 但是在双变量的直方图当中 我们不再是用Y轴的高度来表示它的频率大小 我们是用颜色的深浅来表示它的频率的大小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看 首先我们先生成了两个随机变量XL 然后X的中心是在2 Y的中心是在3 我们现在用一个函数叫做Hist2D Hist2D 我们用这个函数来画出双变量的一个质方图 现在运行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一个双变量的质方图 它的横坐标是X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中间点对应的差不多是2 然后我们的纵坐标是Y 它的中间点对应的差不多是3 然后这里是用颜色的深浅来表示频率的大小 越往中间它的频率越高 所以可以看到它这里越亮 然后越往边上它的频率越低 可以看到它这里就越暗 通过这种形式 我们可以汇出一个双变量的质方分布图 这种双变量的质方图来探索 双变量的联合分布会非常的有用 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作业 今天的作业有两个 第一个是绘制单变量的质方图 生成2000个数据 然后它的均值为10 方差为3 它的并子分别为10和50 它的norm的分别为tru和force 也就是说实际上你要绘制两个单变量的质方图 然后另一个作业是绘制双变量的质方图 分别生成xy2000个 然后x均值为1 y值为5 然后beens为40 绘制它们的双变量的一个质方图 好 今天的课程到这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